前有提灯老祖提灯法医验房要一万 这又出来一个手机价值七千 修出了一万四的提灯定损手机版 这不是这个湖北武汉的王女士的手机遭遇了黑屏 无法开机 情急之下 他在网络上百度上搜索到了一家声称是官方授权的维修店 iPhone苹果手机维修店 满怀着期待将手机送至的店内 接待人员出诊后告知他的主板烧坏 更换需要2198元 尽管数额不小 但是王女士权衡之下决定接受维修 然而这只是麻烦的开始 短短10分钟以后店家又呈芯片损坏 且数据无法回复 王女士虽然心存一律应请求尽力修复 实在不行再考虑更换 然而呢 当店员再次走出维修室的时候 就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报价 更换主板芯片的总费用高达一万四千元 这个数字相当于他当初买手机价格的两倍 现在还是个二手手机了 相当于价格的三四倍了 王女士震惊不已 面对如此高昂的维修费 刚入职场不久的他呢 显然是无力承担 面对王女士的质疑与恳求 店家非但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同情 反而提出所谓的成本价 打六折以后八千元 并坚持要求先付款 后出示维修项目清单 面对店家的蛮横的态度 王女士陷入了进退维股的境地 在店家的持续威逼之下 他被迫以手机作为抵押 支付了五百元暂时脱身 王女士走出了店铺 感觉自己呢 可能遭受到了消费的欺诈 他依然选择报警 然而得到的回复 却是此类纠纷 应由市场监督部门处理 中国的警察 有一部分 是报警打四折 霍西尼 这些警察应该整顿了 大力整顿 很多的社会矛盾 就是这些不作为的警察 给激化的 所以我感觉在这种最近 非常可以说是民愤极大的 这种网友的反应之下 中国的警察部门应该做出这种整顿了 要好好整治整治了 这哪是民事纠纷呢 这简直是敲诈勒索呀 后来呢 毛女士呢 深感一己之力 难以撼动 无良的商家 于是借助中国媒体的力量 曝光此事 毛女士于是呢 把这个事情就曝光到网上 立刻就上了中国的热搜了 词条上面他写的是 当时在百度的词条上面 他写的是 中国苹果官方维修中心 所以我才 并且带有苹果的标 所以我才点进去 跟他们聊的 结果到了地方之后发现 根本就不是苹果官方的维修点 他跟我讲 说主板烧了 那要换主板 然后说两千多 我说那先换一下 等他再出来 他说我的芯片又烧掉了 不要给我换芯片 我说你先试一下 我原来芯片能不能保住 不能保的话 再看要不要换 过了十分钟他再出来 他说我的芯片 包括你的主板 都已经给你搞好了 说我这费用一万四 你这个钱没付 你就走不了 那么说 他怎么修出一万四来的呀 那店家又觉得呀 提灯老祖 只不过是拿个灯定损 这个店家按照点定损 就是那个芯片底下 不是有那个焊点吗 他说我一共给你修了 750个焊点 十分钟之内 这店家修了750个焊点 好家伙 这比机器人都快 警察还跟那儿 获悉泥呢 这显然是明抢啊 这就是敲诈呀 手机现在价值 也就是个三四千块钱 要一万四的维修费 在记者的陪同下 王女士重返维修店 恰逢其他的顾客 也在进行维权 记者随意联系了市场的监督部门 工作人员对于修手机的费用远超 购计额的情况也表示惊讶 并建议王女士与店家协商解决 经过反复的交涉 维修店妥协 同意王女士支付2300元取回手机 然而事情看似告一段落之际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一名先前为王女士维修手机的男子 突然冲出店铺 对王女士一行人发出挑衅 意图恐吓 这一幕令王女士再度回扬起 初次维修时遭受的威胁 心中不仅泛起震震含义 后来得知他所去的这个店铺 也是假的 苹果表示不背这个锅 到底怎么回事呢 环球网的记者也报道了这个事了 这个事情啊 记者呢与苹果公司核实 苹果公司回答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 五商广场写字楼 21楼2106市这家维修店 不是苹果的售后店和授权维修点 苹果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不背这个锅 苹果的售后和授权店 根本不会取苹果官方售后门店 或者是苹果中国官方售后门店 这类的名字 工作人员也没查到这家店的任何信息 他说苹果的售后或者是授权店 名称一般为苹果Apple售后服务中心某某店 或者是Apple授权专营店某某店 这个4月9号的时候 记者在百度搜索苹果维修 这个武汉维修店的排第一的链接 已从前排广告位撤下 但是王女士提供的链接仍然可以访问该店铺 那位说这就是百度收钱干的事是吧 反正是百度的排名 排第一你得拿钱 这个大伙都知道 网页显示 维修店的名称依然为中国苹果维修服务中心 还挂上中国 你看了没有 头像为苹果公司的logo 随后记者以访客的身份与客服沟通 对方很快回复了并询问记者哪个城市 记者表明维修地在武汉 原本还与记者正常聊天的客服已读不回 记者再次追问该店铺是否为苹果售后官方聊天框 也显示已读不回 业内人士出来揭露这个维修店是惯犯 王女士去的那家武商广场写字楼 21楼2106市到底是可什么存在 武汉从事手机电脑维修多年的李老板告诉记者 说这家店是业内公认的黑店 还是惯犯 身边很多认识的人都在这家店被坑过 在武汉的手机维修店几乎人人都知道 网友评论在这家店被宰的经历 说很多时候明明你的手机没什么问题 但是有些维修员拿进操作间之后 偷偷给你卸下几个零件 再出来告诉你手机坏了 这就是无中生有 那个李先生透露一般不正规的维修店的套路 就是无中生有偷梁换柱 夸大其词 偷梁换柱呢 就是把一些非原装的硬件 当作原装的硬件 安装给顾客 收取高昂的维修费 而夸大其词呢 将是很小的问题 说的十分严重 吓哄消费者花费大价钱进行维修 维修员还会套顾客的话 看你懂多少电子的相关的知识 他们会看人下菜碟 发现你什么都不懂 就会连蒙带骗 有些维修店一旦进去不花点钱 顾客很难离开 说这个武汉江汉区的万松市场监督所的工作人员建议 在维修电子产品的时候 一般要找正规的官方售后店 联系官方客服 找到自己最近的官方维修店 不要轻信 网上的小广告 这个提灯定损的手机板 这回又引起了网友的重怒 各位那这个店铺那纯属是敲诈勒索了 当地的警方还不作为吗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